这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这是一个我们是否尊重一个两制 我们是否爱护香港 在一个两制之下 可以继续保障到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权利 和是一个有发展 令到香港的市民生活既稳定 也是范围的牵制的问题 另一个就更加是一个 测忍之心 人皆有私的问题 并不存在什么去牵制学生的言论自由 或者去干预大学的学术自主 或者院校的自主 完全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也不需要去混淆视频 我也不会再作评论 因为每次讲一些话 就会引来又有一些很情绪化的反击 我们这届政府是很努力 去平息这些不必要的纷争 所以我就不会再评论了